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市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李维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2024我们大家系好安全带 随着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将于周末揭晓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哨战已开 民主党和两党已经整修待发 拜登总统上周正式表态竞选连任 前总统川普更是极力为再度回到白宫而奋战 拜登指责川普是对美国民主之威胁 民主仍然是一项神圣的事业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有能力领导世界 川普稍后回应指责拜登之领导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让我们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边缘 并让南部边境完全崩溃 川普目前在四个司法管辖区内面临91项重罪指控 但能在共和党初选至民营调查中要要领先 如果他能参选无疑是代表共和党和拜登一决胜负 今天的美国正面对极大支挑战 保守和自由派主张可以说南辕北辙 从内政外交移民及社会福利都有不同之主张 台湾之大选胜败未定 但是不论何人上台必然会继续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 但是在中美关系之大架构之下 台湾可能会遭遇前所未有之危机 主政者必须做最坏之打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gauge 试出 店 输血啦 Amol Bat辭 输血啦 Amol Bat辣 couleur 唔嚯赞 托血啦 Amol Bat辣